台米颱风现在是已经转弱了 变成轻度颱风 但是台中海线入夜之后 风雨都没有停下来过 狂风好雨让多处也传出了灾情 昨天晚间大概是9点半的时候 台中客运有一辆290公车 往杀戮区途中 遇上因为大雨而故障的耗置 结果就发生了公车跟自小客车相撞的事故 那公车再失控撞上了前方五间的民宅 详细情况把时间交给李维 台米颱风中心虽然已远离台湾奔倒 但部分地区风雨依旧 零星灾情不断 像是这里可以看到 路口停在一部红色休旅车 除了前保杆几乎快掉下来 右前车轮也几乎快从轮轴脱落 整部车子的前方车头几乎毁损 再往前看 前方还有一部公车停在路边 仅靠一旁房屋 地上屋花盆碎片掉满地 25日晚间9点半 台中市荣景区 中沙路和向上路六段路口 一辆网杀戮途中的290公车 与休旅车发生碰撞 导致公车失控向前滑行 结果再冲撞五户民灾 将房屋砖墙撞倒 现场一片狼藉 住户只得冒雨清理 以为是我们招牌飞掉 下来发现 怎么会是公车直接 整台撞到我们家门口那边去 招牌整个被撞掉 然后就是那个砖墙都破掉 都毁掉了 据了解公车当时车上没有乘客 公车驾驶则是58岁 血性驾驶 索性没有受伤 而红色休旅车内则有五人 分别是46岁的流性驾驶 43岁许姓妻子 和最大16岁 最小7岁的三名小朋友 索性五人都只受到轻伤 父母自行包扎伤口 三名小朋友则是保险器件 上网光庭医院进行治疗 警方针对该起事故 表示疑似入口后置受损 再加上风雨影响 才导致车祸 但详细事故原因仍带厘清 以上掌握消息主播 另外高雄有多处入夜之后 仍然是淹起了黄泥水 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男子靠近子冠的方向 道路已经被雨水给淹没 呈现汪洋一片 有一辆小客车就泡在水里 险些灭定 路上也可以随处看到 抛锚或者是泡水的汽机车 由于高雄仍然持续的强风豪雨 包含了钢山吴甲伟一带 还有男子高大特区等地 入夜之后持续的积淹水 那高大特区因为临近沿海 所以积水达到了一个轮胎的深度 钢山区城公路460号附近的路段 积水也大约是一个轮胎高 部分的区域也拉起了封锁线 疏导管制车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好那虽然呢 这个凯米台风 它现在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 不过当初呢它袭击台湾是以强台之姿啊 那现在它已经出海了 但是强力的西南气流 加上外围环流发展旺盛 暴雨又遇上了沿海大潮 是直接重创了高雄市 整座城市可以说几乎都是泡在水里面 港都也瞬间成了水都 23号到昨天晚间8点 最高累积雨量呢 是出现在了高雄茂林有1673毫米 创下了涉战以来单日雨量新高 连庄气象署都直呼说这个降雨真的太惊人了 那中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 今天还是需要盛访有强风豪雨的状况 好所以我们就持续来看到高雄的部分哦 黄澄澄的泥流是直接灌进了豪宅的地下停车场 就快要冲破了防水闸门 住户就组成人墙人肉挡泥流 但是当然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为大量的泥水还是顺着车道 如同瀑布一样直接淹进了地下停车场 如同在素溪一般 马卡道也是汪洋一片 那高一周边的道路 机车倒了整排飘在水面上 建功路也淹到必须要划船去救援 有住户就说了20多年来 从来没有淹得这么严重过 比巴巴风灾还要夸张 大雨夹带泥流 灌进美术馆豪宅大楼地下 停车场画面让人惊呆 就怕防水闸门被冲破 住户组成人墙肉身挡泥流 但泥水猛灌根本挡不住 停车场车道变成瀑布 涉水走下去 就像走进湍急溪流 离掌接到消息扣澳国军 再来一车车杀呆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新的一个重划区 水利的水沟都还没做一个完善的 重划区排水工程没中完台风 来袭地下停车场淹翻了 马考道同样道路全部变河流 高楼层看下去汪洋一大片 高一周边道路就像海浪一样 不断拍打路边定家 整排机车被冲倒飘在水面上 建功路整条几乎封闭 警方一度划橡皮艇救灾 还有医师要到医院检查仪器 结果车子进水抛锚 我从早上还不到时间卡到现在了 二十几年前有淹过一次 比这稍微好一点 八八风灾都没有淹这么严重过 爱河则是满出来冲到路面上 开密台风大雨狂灌 又遇上大潮水都排不掉 从市区平地到豪宅大楼 高雄几乎全泡在水里 记得侯夫人水泉黄水网 书红高雄报道 中南部真的是灾情不断 位在高雄市三明区民族路与建功路附近有一处社区 疑似就是没有及时的装上水闸门 而且民众也没有收到广播提醒 造成他们地下停车场内的多辆汽机车 全部都泡在水里 从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到大水直接冲入了地下停车场 最后停车场整个被水给淹没 Face网友纷纷表示说这个可以索赔了吧 还有人说装水闸门本来就应该要提早动作的 不过有一次是住在这个社区的网友表示 他说我这里听到的消息是B3有住户 一直要把车开上去 不让开还想要打管理员 让他们开上去之后也来不及及时装水闸门 同样在高雄啊 这个岡山的点宝溪 溪水倒灌满过了堤防 路边停车几乎都灭顶 市区也惨烟 什么东西全部都飘在水上了 有汽车就跟着水流飘出去 还有机车啊 冰箱也全部都浮起来 有超商淹水之后 泡面跟零食也飘在水上 离奇淹水画面非常罕见 岡山点宝溪黄泥水不断往外围流 流出堤防 车主想挪车都来不及 路边车辆全淹没 几乎只剩下车顶 一满的两个小时前 还能看得出堤防轮廓 点宝溪因为吸水倒灌 吸水满出来 淹水高度最高80公分 倒设这条巷子直接变成小河 汽车居然跟着水漂流 白色汽车载幅载成的飘出巷子 看了真的好傻眼 另外这条路 马路变成水路 汽车仿佛是在玩飘飘河 骑士呢 在后面涉水追车 速度还没水流快 市区这台电冰箱差点被水流走 这是要离家出走吗 还好如果民众发现了 帮忙推回来 淹水超惨的 还有超香 这真的是超香 只是水淹到大腿 零食饼干全飘在水面上 最惨的是仓库也进水 超香无奈的被水淹 泡面可能是第一次体验到水上飘 民众到马路上还以为看走眼 因为人孔盖真的飘在马路上 其楼边也出现独角兽游泳圈 飘在马路上 淹水奇景 让不少高雄人惊讶 点宝溪吸水倒灌 汽车跟着水从巷子流走 就连超香都是整间泡水 离谱的漂流景象 真的都是第一次见 记得许千玲之会 高雄报道 好那在山区就出现了土石流 高雄骑山有一户民宅 被泥沙给灌了进去 有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 当时正在吃午餐 结果直接在家里被活埋 老夫人因为她的头是有露出来的 所以捡回了一命 但是丈夫全身被土石流给淹没 当场死亡 七十多岁老夫妻被土石流淹没受困 锦销道场开挖法能救出 妻子获救但丈夫宣告不知 土石流活满意外 发生在高雄起山区星光里的平房 就在中午一点多 七十多岁老夫妻 正在吃儿子送来的午餐 突然间土石流冲进家里 太太只有露出头还可以呼吸 但丈夫全身被淹没不幸当场死亡 理性屋主救出不幸已无生命迹象 老夫妻行动不便 台风天不敢出门 在家里吃儿子送来的午餐 却被土石流活埋 丈夫当场死亡 虽然凯米的风雨缓和 但中南部还是会有大豪雨 相信民众得随时提高警觉 记得红夫人皇室运王书红高雄发达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靠近你